大家好,我是京東關的VLM,林瑋莉 然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想先跟大家講,為什麼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這個部分 那我目前在京東關集團,我擔任網路跟電商的顧問 那我在這幾年其實也相當多的一些網路的客戶,包含一些國外的網站 以及台灣的一些客戶,我再輔導他們怎麼樣利用公關去達到他的商業目的 所以其實公關來講,他們不是只在媒體上輔導 其實更需要的是說,怎麼樣用公關行銷幫助你達到目的 所以我剛剛再補充一下,剛剛泰爾提到的就是 我們今年會跟創業商區合作的好計畫 希望今天有很多團隊都能夠有機會來申請 就是說,在我們集團裡面有各種不同專業的公關公司 如果你今天是科技的公司,你是網路新創的公司 或者是你是醫療相關的集團 然後你是金融相關的,都有不同的公關公司 可以輔導你,在這方面提供一些專業上面的輔導 好,那我其實在這兩年,在這三年裡面 我其實就是輔導客戶包含像Facebook 然後電商的部分有 Thirteen,Turupon,Talbao,Utalks 和跟Hear這樣子的一些公司 然後包含像是台灣的一些網路公司以外 那我今年開始要開始做的事情 是幫助台灣的新創公司進軍海外 那這部分,我希望我之後還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這個部分 那我目前可能在協助台灣的比較成熟的 像Zteco,或是GoGoRoot 就是GoGoRoot在協助他們進軍台灣的部分 然後怎麼樣偷偷公關都幫助他們 那我自己為什麼特別想來分享這個部分 因為我之前也是一個創業家 那我在前幾年有創辦的一個網站叫做《牆地王》 那現在這個網站還在這線上 那只是我們現在不是全職的在進行這個網站 那所以我自己知道說創業者他所需要的一些困境 然後他所需要的資源 所以我相信之後如果大家有機會 我這邊可以再分享更多的東西 好,那所以在今天的這個課程裡面 我希望大家能夠帶走第一個知道公關是什麼 然後公關可以幫助你什麼 第二點是從0到1 大家最近都在談從0到1、從0到1這件事情 那如果今天你的公司是一個從0到1的公司 跟從1到100的公司會有什麼不同 然後再來是 如果你今天是從0到1的公司 你可以怎麼做公關 下一頁 那為什麼新創公司他需要來做公關呢 那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是 新創公司其實他的資源是很少的 所以公關可以幫助你拿到任人媒體 就是說它跟廣告不一樣 廣告是付費去獲得一個報導 可是對於公關來講 你在做的事情是去影響媒體來報導 所以我們怎麼樣把我們產品 或我們企業要講話 變成一個媒體喜歡的素材 變成一個大眾有興趣的話題 讓媒體主動來報導 這是我們公關能夠協助 協助新創公司做的 然後再來是 為什麼新創公司特別可以善用公關這件事情 其實每一個新創公司 他都有新創者的光環 那我等一下會特別在說明這個部分 新創者的光環是什麼 可是基本上他的原則就是說 因為所謂的新聞就是他要報導新的東西 所以你今天會出來創業 你一定是有一些新的東西 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你們的題材一開始就有一個新創者的光環 是媒體會有興趣的 那大家應該要在新創的階段 資源很少階段好好利用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是公關可以幫你獲得主流媒體的背書 如果你今天只是買一個廣告 那這個東西它可能是廣告完 曝光完它就沒有額外的價值了 可是我今天是一個主流媒體報導了你之後 你可以把它拿來就是 除了讓更多人認識你外 這樣一個主流媒體的報導 它可能讓你的夥伴更信任你 讓你有機會接觸到一些主流的投資人 他可能信任你 甚至是可以讓你的用戶 你的會員或是網路上消費者 他有更信任你可以在上面 留下他的個人資料 甚至在上面刷卡 所以這些主流媒體其實可以在你的出席階段 讓你很大的很快的獲得一些 算是倍數的效果 好 那我們這幾年其實在服務一些 國內外的網路公司的部分 我們自己發展出一些方法論的部分 那我們回去看其實網路公司 其實它大部分的在公關上面 可以區分成兩種 一種是在它要溝通2b的需求 它要溝通是企業端的訊息 另外一個是說它想溝通 它在商業端 它溝通是2c的部分 好 那尤其是在網路公司來講 其實很多網路公司的 它的Market同時要用2b跟2c 只要講以Facebook來講 Facebook它大部分的用戶都是免費使用的 所以它當然想要派了更多用戶 所以它溝通2c 可是它的商業模式是建立在於廣告上面 它需要有廣告主來買它的廣告 所以它去溝通說 為什麼廣告主不要在我這邊買廣告 而不是去買關鍵式廣告 但它同時其實網路企業來講 同時要溝通2b跟2c 所以我們對應這樣子的商業目的 其實可以去看到說 它的溝通對象有沒有不同 好 那接下來下一頁 那當我們溝通對象不同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再去區分說 如果你今天選擇了一些大眾的工具 或是分眾的工具 我們可以去幫企業達到說 如果你只要建立企業品牌的話 你要在你的產業界裡面 產生一個領導地位 你可能可以去想的事情是 你怎麼樣用2b的工具 然後去 以及配合比較大眾溝通的一些工具 能夠去達到這個目的 好 那如果你今天有些新的技術 有些新的需要改變消費者行為 或是你要改變廠商業界的一些行為模式的時候 你可能要想的事情是 我要怎麼去教育觀念 那教育觀念它的通常是比較深度的觀念溝通 所以你要選擇是有一些在公安工具上面 是比較屬於分寸的溝通 那它可能是沒辦法一次溝通到那麼多大量的人數 可是它甚至比較精準 然後它可能可以深入溝通 那所以公關也可以幫你達到 就是觀念教育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創造話題 然後讓大家對你的體牌產生印象 你有一些話題創造工具 以及直接如果你要產生一些消費行為行銷導購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相應的公安工具 我今天不會特別介紹這個部分 因為每個公司它可能都要去評量自己 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可是我們這邊列出一些可能 你會遇到它比較適合你的一些情境 可能會遇到一些工具 那所以其實我要呼應的就是說 公關不是只有很簡單的就是媒體報導 而是你要去看你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你想溝通對象 然後你溝通訊息的內容是不是太複雜 所以你要選擇不同的公安工具 下一頁 那接下來我要帶大家看說 從0到1跟從1到100的公司 它在溝通上面會有什麼不同 在通關操作上面會有什麼不同 這邊有一個曲線就是以一般企業的曲線 那從0到1的企業它的上面目的 當然它是想要很快的找到一個Market Profit 就是說把它的商品找到適合的人 然後我們能夠接受價格 它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 如果它今天是1到100的部分 就是它想要做的是規模化 那所以我們依照這樣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分析說 如果0到1的話它特性 它因為新創企業0到1的新創企業 它是志願非常少的 那它必須要能夠非常的精準 那在這個階段它也不需要說 馬上讓所有的一般的消費者都知道 然後如果是它是1到100的這樣的企業的時候 然後它要想的是怎麼樣去加速它的企業發展 甚至是建立一些競爭的門檻 這樣的競爭門檻是 讓你有在品牌上面 在產業地位上面 能夠創造一個獨佔市場的 獨佔市場的這樣子的一個地位 所以我們同時就可以去區分 如果1到1你可能想要溝通的 其實就是找到一個Doctor 找到潛在的投資人 然後潛在的夥伴 然後如果你是1到100的這樣的企業 你可能想要讓更多的一般大眾 因為你的業務可能開始拓展到更多大眾 甚至拓展到全球了 這時候你需要的事情是 讓一般大眾也知道你 然後你要溝通的投資人 可能不是早期的天使 或是早期投資人 你要溝通的是機構投資人 或是甚至一般投資大眾 這時候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訣竅 然後如果在生態系最快 以前你可能找到Partner就好了 可是在你到1到100的時候 你要想的事情是 你怎麼樣去建立一個生態系 這個生態系是在你的基礎上面 所以你可以創造一個領先的優勢 比如說Apple他今天找了幾十萬幾百萬的 App開發者在他上面的時候 他就創造一個競爭優勢 是後面沒有辦法去複製的 那所以其實當你到1到100的時候 我就要想說 你要是溝通的 不是只是前代Partner 而是整個產業的生態系 然後當然你要破章你需要員工 那公關也可以幫你去找到 適合認同你理念的員工 那所以下面有一些相應的公關工具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什麼叫新創者的光環 就是其實你在林大一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有當新創者的光環 就是媒體會喜歡你的提倡 可是尤其是你如果今天是台灣的 台灣的一個成功案例的時候 媒體很喜歡台灣之光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當你如果在台灣 就是你在國際上面 獲得了一個國際的大廠認可 成為一個國際大廠的Partner 甚至在國際創業競賽得到獎項 這些東西都成為理性化者的光環 可是你接下來就遇到了 當你到1到100的時候 你對於所有的媒體都講過你的故事之後 那你何時要講什麼 所以這時候1到100 他可能就會需要再更細緻的去溝通 在公關上面 所以1到100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讓企業繼續的 他在整個知名度 然後他在整個品牌上面的壟斷地位 能夠繼續建立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想的事情是 我們要 我們這時候想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在產業裡面 創造一個領導地位 我們怎麼樣在消費者的新戰率上面 創造一個品牌地位 所以我們這時候1到100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溝通這個部分 然後甚至說怎麼樣把 在做跨國公關的部分 把台灣的新創能夠帶到國籍上面 接下來 那我現在就要開始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如果從0到1的時候 從0到1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公關 那我簡單用GCM這樣的一個方式跟大家介紹 G就是go你的商業目的是什麼 剛剛有談過一些東西 然後再來是C的話是content的部分 剛剛你的素材有哪一些 哪些素材要怎麼去包裝 然後這些素材怎麼樣去approach到不同媒體 然後M的話就是在媒體的部分 你要怎麼樣去跟媒體溝通 你要怎麼樣讓媒體喜歡你的故事 怎麼樣要應對 好 我們從G來看的時候 其實第一件事情 通關 不要想說它只是一個曝光而已 我們可能要再進一步去採檢 如果我們覺得通關只是曝光的話 那可能你就沒辦法真的去找到說 這件事情能夠補合你最後要做的目的 所以我們要去拆解說 你知道曝光是讓什麼樣的分鐘看到 然後它是合理有道科嗎 還是它是企業嗎 然後還是你先 你的目的是想要讓你的投資人 或潛在的夥伴看到 那他可能就要去溝通不一樣的媒體 或是溝通不同的公關工具 然後再來是 你今天是不是想要創造 導致行動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你在商業收看上去看到 創造一個報導 或是在經濟日報上面創造一個報導 看到的對象可能不一定是媒體 他可能看到的對象是一個投資人 或是一個企業人士 他做的事情不會把商業拿出 他的手機來下載你的app 所以你要想的事情是你今天的目的 如果是要引導行動的話 可能就不一定是適合你的媒體 然後再來說 如果你只要提倡觀念或是交易視察 或是建立夥伴信心 那我先舉個例子 我們在前年的時候 有幫Utos有一個電商集團 就是AZP的ZF集團 幫他們做上線的記者會 他其實在公關目的上面 除了媒體補光以外 他就非常要求一件事情 因為他是一個電商品牌 他希望有很多工藝商 然後很多夥伴對他產生信心 他在上線的時候 就有很多產品在上面銷售 所以他要做的事情 不是只是媒體曝光 甚至他希望是當天的場子 是非常的有氣勢的 所以其實他可能花了相當多的預算 去把那個場子做出來 然後可能在應急布置上面 在現場的氣勢上 現場的活動的部分都要去設計 可是這就要看你 當你的今天你的目的是 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花一定的預算 去做出那樣的氣勢 可是其實對於很多新創來講 他可能 如果這不是你主要目的的時候 你甚至是可以找到幾個主要的記者 會報導網路新聞的幾個 甚至10個以內 你剛剛吃個飯 然後介紹你的產品 你可以用的少預算 也可以做到分管 做到一樣的媒體效果 可是其實在不同的公關目的上面 他就可能有很多種形式 那這都是大家在考量的時候 可以去考慮進去的 那所以你剛剛講的是說 因為不同目的 你要去選擇不同的媒體 所以你要再去看的是 其實媒體 他其實 他有分成產業類型的媒體 他有分成消費類型 消費類型的媒體的話 他可以去預取到的是 一般消費大眾 所以大家在看消費的資訊 消費新聞的時候 比較容易做到行動導引的部分 可是如果是產業媒體的話 你可能公告對象就是 在產業裡面的player 然後可能在產業裡面的夥伴 然後甚至是投資人 然後甚至是在政府的部分 那如果是同樣的 在很多媒體裡面 他也有分版面 他可能同時有產業版面 或消費版面 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選擇 然後還有一些分眾媒體 例如3C、時尚、網路、旅遊 這些都可能是 然後即使是在同一個媒體 同一個版面的報導 他用不同的切入角度 可能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他如果介紹創業故事 有可能大家看完 就不一定做任何的工作 可是他如果介紹了 比較多產品的一些特性 他可能會讓大家看到這個報導 就去馬上想要下載來看看 所以其實同樣的不同的角度 同樣媒體不同的角度 也會有不同的效果 下一頁 好 那我剛剛講了說 新創者有光環 所以其實你第一件事情要講的就是 創業故事、創業故事、創業故事 現在很丟起就是 因為很重要要來講三遍 就是你其實在零到月間段 你會一直講你的創業故事 然後大家也喜歡 媒體也喜歡 所以你可以講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是你的成績是什麼 你可能創業到現在的用戶 比如說你在商線一週 你拿到一萬用戶 然後或者是你的業績怎麼樣 Patchview怎麼樣 有沒有知名投資人投資你 然後投資金額、估值、得過獎、國際媒體報導 然後有沒有知名大廠 曾經採用你的 這都是成為一個好的成績的一些元素 再來是你的產品創新的部分 那這產品創新不是你一直在講 你的產品中能是什麼 因為媒體他也不一定都知道說 你的產品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所以你要告訴他的事情 在跟他溝通的時候 你需要告訴他的是 這件事情你的產品 改變什麼樣消費者行為 甚至是說這樣的產品出現 對於本來產業經濟狀態 有什麼樣的改變 這些東西都是你在跟媒體溝通的時候 你要去把它點出來的 他才知道你產品有多重要 再來是你也可以去談說創辦人的故事 所以創辦人之前是怎麼樣 創辦人他很放棄高興 他可能是黑手成為網路新貴 這些都是很媒體的故事 然後再來是他創業幹部談 你公司的獨特文化 一些駭特文化 或者說你公司未來的願景幾年之內IPO 這些都是可以談的 好 那除了這些自己的故事以外 還有什麼可以談呢 那我們可以談的事情是 你可能可以去答現在實施的話題 舉例來講前一陣子可能流行壁東 你可能就可以去把一些產品跟壁東去關聯起來 然後去操作這個話題 然後時節的部分 然後統計數字 那我這邊介紹一個 我覺得在台灣的一些形狀公司 我覺得蠻成功的 Easy Price 它是一個購物比較的收集引擎 它每個月甚至是定期都會發布 一大堆調查數據跟排名 這其實除了媒體很愛的報導之外 其實對他來講他還達到一個效果 是所有的這些電商平台 每個人都很在意他的排名 然後所以他在這個產業裡面 也產生了引導地位 比如說他今年把 他這個月把誰排在前面 然後這個月把誰排在前面 都會影響到這些 他的他能在意他這家公司 那還有另外一塊是你發消費 網友的消費者的行為 那我最近這幾年我看到一個新款公司 可能最好的就是 創業家兄弟 他們曾經在 他們好漁網 因為是賣海鮮嘛 他們曾經做了一個叫做 石錢蛇頸龍的一個港式 在做團購 然後號稱說 補了一支這個石錢蛇頸龍 然後就引包網路上面 大家在說 因為是15萬所以大家一起團購 然後所以就在當天就創造了13萬下載 然後蘋果日報啊 一支針對啊 那就是大家都要報導這件事情 那這就是一個噱頭 他是在愚人節這天做 所以大家也無傷大理 然後大家在那邊轉記轉貼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可能就 你想到的是 這件事情也要跟你自己的業務 是有關聯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 可能都好分享 就是說當你今天有一些 很棒的創業經驗的話 對於一些網站 或是一些媒體 產業媒體 他可能會希望你分享到網站 你可以用頭髮的形式去做這件事情 創造媒體報導 好 那Tips的部分 你要怎麼去包裝這些內容呢 第一個是故事 你自己的創業故事 或者各種故事 它不會只有一個角度 所以你要把它想像成是一個連續劇 它一定會有很多支線 主角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旁邊的配角 看過來主角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跟女朋友在看主角做什麼 所以演創業故事可以分了很多角度 因為每個媒體他一定希望 不是跟別人一樣的報導 所以你的故事要想辦法把它拆解成 各種角度的 各種支線的故事 然後再來媒體想什麼 媒體想很簡單 他希望拿到獨家的新聞 他希望讀者喜歡的故事 產業會討論的故事 然後另外可能是 能夠有一個很棒的標題 創造那個點閱率高的故事 這些東西都是你在想 想像那個媒體要什麼 然後就可以去幫他做出 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那最後一個剛剛我說的就是 要跟主題有關 而不是為曝光的曝光 那在媒體的選擇上面 我們看到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類型的媒體 大家都可以再去看 可是這種不同類型的媒體 它都會有不同的屬性 然後我覺得對於網路公司來講 它很重要的事情 是最後一個這件事情 你要讓它產生行動 你可能如果有一些網站 它其實號稱它的流量有多少 可是它在網站的報導上面 不會留超連結 就讓你的轉換率 轉換到你網站上面轉率 就降低很多了 所以你可以慢慢再去測試 哪一個網站 哪一個網站的轉換率是最高的 你要重點去經營 然後在對等的互動的部分 我這邊很快的介紹一下 就是大家不知道怎麼樣 我其實有好題材 我不知道要跟媒體講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第一個你要有一個觀念是 我們跟媒體都是一個對合關係 我不是去求媒體報導我 我們在公關公司 我們跟媒體 也不是靠我們跟它關係很好 它就會報導 它一定還是要有好題材 所以剛剛我講的是 我們在做一些 魚幫水水幫的事情 你有一個好的故事提供給它 它要寫出一個好的報導 那所以只要先建立這樣子的一個 對等關係 你在溝通上面 你就會溝通得很順利 好 那再來是你要找到對的人 你要怎麼找到對的人 第一個你可以上他們網站去搜尋 以前誰寫禁品 或是以前誰寫這個手機大廠 或是寫這個APP公司 或是誰寫Yahoo 這個記者可能就是寫你的新聞的人 你找到對的人他才能理解你的故事 然後他都寫他才有反面寫你的故事 那接下來當然你找到這個人名之後 你可以去找他社交媒體 現在大部分的網路 或是電商 或是APP寫Yahoo 記者 在社交媒體上面都找得到人 所以你透過Google搜尋 大概可以找到那個人 去加他朋友 然後想辦法跟他介紹你的東西 好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直接 剛說透過朋友一層單位 或是直接打網媒體去跟他問這個記者的聯絡方式 那大部分的媒體都可以告訴你是他email 那你可能再想辦法聯繫上他 那再怎麼去pitch他呢 有一個技巧師叫做 我把它叫做關鍵字調大語 就是你要想像記者 他每天可能收到100封以上的媒體邀請他 跟新聞稿都需要他寫 那當然他會先注意的是一些大廠的新聞 他不能漏掉的新聞 可是如果是一些心狀的好題材 怎麼樣在那麼多的題材裡面譜寫出來 你就要想的事情 他就有點像是 我們在電梯peach裡面 怎麼樣很快的讓他抓到關鍵字 讓他假的講 在電話裡面的15秒鐘 能不能有一些關鍵字 然後或是一些他有興趣的角度 讓他願意再聽你的30分 聽你講10分鐘 30分鐘 或是今天Email的標題 是有相關的關鍵字 讓他願意點進去看 然後甚至把你的新聞稿看完 甚至會打電話 或微信給你說 想要問更多的你的東西 所以他其實是釣魚的方式 你要用一個標題 釣他看很多東西 看更多的東西 然後你就會體質成功 好 那當然我剛剛講的就是 還有你要去考慮大眾分中文訊息的深度 好 最後一件事情是 當你有一個好的媒體報導 然後是對你很正面的 然後是你達到你商業目的的那樣的角度的報導 你要做這件事情就是放大成效 所以放大成效當然可以把它放在網網上面去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你被這個人背書了 被這個媒體背書了 然後你也可以放在你的那個Sales screen裡面 那我推薦大家還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是前幾年也沒有在做 這是目前我們的客戶越來越多做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用關於這支廣告或網路廣告 把大家更多人流到你這個好的報導裡面去 你不一定要讓你的廣告都只是流到你去官網裡面 一個好的報導 反而可以讓用戶更了解你的東西 它看完以後它還是會到你的網站上面 所以你要想辦法可以投入數位廣告去放大這個成效 好 再來是 再來是你其實要一直去調整 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可能有些媒體它雖然好像很主流的媒體 很重要的媒體 可是它的導流不一定那麼好或什麼 所以你可以其實針對你不同的產業不同的題目 然後每一個人 每一個公司的重要媒體應該都是不同的 所以你可以針對這些東西在做優化 好 那最後 跟大家 就是如果之後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再聯絡我 那我現在也有在寫一個vlog 就是 我主要都在寫一些新創怎麼做公關 然後以及一些創新的一些公關行銷方式 那大家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我的一些分享 謝謝